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低 我们来看一下 04年的时候投票率总统大选 我们都是把总统大选拿来比 04年是80.28% 08年76.33% 2012年历年最低 就是说从总统直选以来 开放直选以来74.38%而已 比之前都还要来的低 那我们当然就要来检讨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继续来细分去看一下 投票率最高的是哪些地方 是台北市新竹县以及高雄市 看起来都会区的民众 还比较热络一点 所以可能我们是在台北市 所以看到的是台北市的情况 但是回来看一下绿营执政县市的投票率 怎么会不如预期来的高呢 我们看到云林县 它甚至都不到七成 只有68.92% 那不论是嘉义县 宜兰县 屏东县 还是台南市 都怎么样 都比这个全国的总平均投票率 要来的低 那只有高雄市略高于74.38% 是75.91% 好刚才啊 其实我们在讲 这个投票率怎么解读呢 绿营就说 都是因为 这个返乡太难了 所以才造成 这次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东厚你的见解呢 你觉得这个绿营这样子的批对吗 他说 都是因为返乡太难 所以害蔡英文败选 这中间是可以这样子画上等号 返乡太难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相信因为那从 你从当天交通高速公路有塞车 那个高铁你要买票不容易 不容易 这确实是一部分的因素 但是它不是完全的 我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是说 基本上来讲 蔡英文的自治的选战 其实跟过去不大一样 我觉得蔡英文对民进党的转型 最重要的一个贡献 就是没有打族群牌 会有民进党个别的一些支持者 来自于上电视评论的人 来自于他们的民意代表 还有在讲族群 可是蔡英文总部 来自于她作为一个候选人 这次你没有看到族群 但是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对民进党的南部的支持者 恐怕是一个需要调试的一个方法 就不是那么热情的人 所以你在看蔡英文这个人来讲 来自于他的演讲 大多数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冷的 我最喜欢的一场演讲就是他 这个落选这一天的感言 虽然说他还要稍微看一下稿子 可是这是我觉得他讲的最好的一次 最有感情的一次 那整个来讲像 最近的意思是说 其实可能对于像南部 南部为什么这个投票率不如他们的预期 比较低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可能 就懒得头了 觉得两个都不喜欢吗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新的尝试 还有一个就是说过去来讲 民进党在这一块的组织动员 其实是要很彻底的 那这一次我们所听 我后来事后有听到的了 当然这都事后诸葛亮 就是我听到的是 这一次民进党在组织动员这一块的做法 不如04年非常的多 以04年我那时候听到的一个数字 就是说陈水扁那一次 在04年的所有的竞选机会 因为我听到有个数字是要抓到50亿 就是那个车辆的动员 怎么让在投票当天 让所有的每一张票都能够挤出来 那是一个很高难度的动作 所以选举过程所有的准备 其实为了最后一天 那这件事情 蔡英文总部这一次来讲 在这边是做的比较松散 那这个松散也会影响到 只是你会看到说南部这一块 确实是比较低 那但是返乡投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它不足以解释全部 我们休息会进网告 好我们等下回来继续来讨论 到底是不是可以真的 可以把所谓的返乡投票不易 跟绿营的败选 画上等号做连结呢 稍后回来继续讨论